为了要推广自然农法 饮菜共生的厨与回收方式 环保局日前邀请来自高雄生态农场的农民 来与同仁以及县内的乡镇市公所清洁队 实地分享如何在农场与餐厅之间创造绿色经济 它主要是强调生态农法 就是用所谓的饮菜共生的方式 利用蚯蚓分解生厨与产生的粪便 也是它土壤的养分 再加上蚯蚓会在土里面等于是乱砖 就是也跟空气接触增加荣氧的机会 所以藉由它本来蚯蚓的功能 让土壤又再活化 又可以消耗我们生厨余 所以对环保局来讲说 垃圾减量源头减量是我们既定的政策 只要不含油不含盐的东西 都能分解变成蚯蚓的食物 蚯蚓它都会到土壤表面来排便 它就会帮我们把那些吃完的东西 经过消化到的一些消化酶 转换变成非常营养的蛋铃甲 还有一些微量元素 让我们的植物当作肥料 环保局积极利用 办公室顶楼设置绿色实验农场 从员工开始做起 未来希望能透过清洁队 甚至家家户户都能推广这样子的自然农法 创造更友善的环境 它的器具都空间蛮小的 然后适合每个家庭 然后在阳台里面做 我们是希望推广 从公所或学校明年开始 就是自己的厨余自己处理 生厨余的部分 我们就可以引进我们饮菜共生的 这个系统来处理 将来我们也可能也会争取 县政府支持来推广到学校 把厨余能够量降低 又可以达到种菜 大家能够摘菜的一些乐趣 另外环保局也在旁边 设置两台发电脚踏车 使用于屋顶农园 自动灌溉用电 或者是厨余处理机用电 同仁在午休时间 可以踩脚踏车运动 更可以产生再生能源 可以说是一举数得 记者廖伟林南投县采访报导 我们下期再见